剛剛有人問 我從聖經五點證明災後避題 但很多人都說災前避題 或者有些人說災中避題 為什麼好像這麼對立 到底是否有聖經根據還是怎樣呢 即使你看我五點證明災後避題是全部都用經文 那他們用什麼呢 是用暗示的經文 不是用清楚的經文 什麼暗示經文 我最出名的是菲拉鐵菲教會 在普天閒受試煉的時候 我免許你的試煉 但聖母說怎樣免許 神可以保守他們 即使用方法保守都可以 不用一定要被提的 即是他沒有說到被提 那你明白嗎 譬如說 受迫伯的仇 有些人就受迫伯 有些人就神保守 那你不是我說 保守那些就是被提的 你不可以 保守就是等於被提的 不等於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在啟示錄就有講到 有很多人在天上穿了白衣 那些人就在大難 中文聖經大患難中出來 其實那個中字是翻譯錯的 原文是out of act out of 什麼意思呢 即是從那裡來的 經歷過大患難 然後他們是說到 神就保守他們不遂 不再受災禍 不再受熱 災禍 所以其實他們受了災禍 而這個經文在第五印 第五印是說到什麼呢 世上的父母 神載 將軍 遺牢的自主 所有人都對岩石和那些山 就說 倒在我們身上 躲避 助寶助者和羔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到了 憤怒的大日 從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他們一直都見不到耶穌 忽然間耶穌顯現 他們就很害怕了 哭了 哭了 忽然間耶穌降臨 所以那天才是神的憤怒大日 而之前就說到大災難 並沒有說見到耶穌 即是之前沒有見到耶穌出現 而那時才見到耶穌出現 所以第五印 第六印所說的 就是在這個末後的時候 就是已經過了大災難的時候 然後在那時 天上就有很多人經歷過大災難 因為啟示錄是重複 我在網上都有放這個影片 是重複講到耶穌回來的 就不是順時間次序 好像怎樣呢 好像有人上到天上就見到不同的異象 見完這個又見到那個 但不一定跟時間次序 但譬如七印 那是一二三十六七 但開第七印 立即就變成七號 那所以呢 其實它不是真的好像 即是七印本身就已經是七號來的 就不是好像分開很長的時間 而是在同一段時間那裏發生的 但實際上是怎樣的呢 我們不知道 即是我所看到的就是 它重複講末日 我已經在網上有放了這些影片 而重點就是 先講到關於證明是災後避提 是聖經清楚的經文 因為保羅講到主耶穌降臨 復活 改變形象 被提 這些是很清楚的字眼來的 嗯 這些清楚的字眼就可以判斷那個時間了 嗯 而這個清楚的字眼是講到 什麼時候跟耶穌聚集呢 這個貼上來後書二章一節 就是講到呢 主降臨廢掉敵基督 即是大災難之後 那時候我們跟他聚集 很明顯是大災難之後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講到呢 就是臨前十五章 就講到復活和改變形象 貼前 都是有講我們 所以保羅有份的 貼前四章呢 就講到保羅復活 然後被提 那保羅復活幾次呢 只能過一次 所以兩個經文同時應驗的 所以臨前十五章 講到這個末次號碼 講到他復活的時候 同 貼上來前書四章 講到那個復活被提 是同時發生的 而是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死被得性吞滅 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在大災難後 會不會有死亡 有死亡 耶穌回來之後 還有沒有死亡 沒有了 所以死被得性吞滅 就是大災難之後 然後第三呢 就是末至號碼 因為呢 只有一個 就是 因為幾個經文都講到號碼 而如果耶穌講的號碼 和保羅講的不同 保羅得到神的啟示 神一定會告訴他 這個不是 如果是分開兩個號碼 他一定會 這個不是那種號碼 這是第二種號碼 如果是 同一號碼 他就不需要解釋 而講到活切號碼 即是再沒有任何號碼 那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碼 會不會遲過他 他已經是最後號碼 就是最後一班船 那還有沒有班船 沒有了 沒有了 最後號碼 即是再沒有了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碼 不會遲過他 而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碼 是在什麼時候之後 大災難之後 耶穌降臨之後 所以很明顯 就是在大災難之後 才有這個末次號碼 那時候我們就會 改變形象和避體了 那跟著呢 就第四個經文 就講到 這個 取去一個 結果 而經文是講到 災難過去了 然後呢 人子降臨 即是人子要回來 然後又講到 浪艾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 都是這樣 那些人就 平安生活 忽然間 那些洪水泥 將它沖了 即是同樣的發生 在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裏面 一個就 拿了去 而那個拿去呢 就是 拿到他的身邊 所以接受到耶穌那裏 所以這個被提呢 亦都是 即是這個 突然間 睡著 煮著飯 一個在田裏工作 即是說 是突然發生的 所以 是突然間發生 所以這個是一個被提 是耶穌回來的 之後的事來的 然後 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都講到耶穌回來 跟著呢 全部都是 是 惡僕 善僕 一起面對神 並沒有預先的 所以這些經文 都是講到 復活 改變形象 被提 與主聚集 都是講到這些 末日的字眼的 但是呢 其他人用的方法 另外一點 他們有時候用的 就是什麼 這些是懲罰來的 是咒作來的 那基督徒 不用面對這些 這個是假設 但是神可以保護的 但是不是將他拿走 聖經是沒有清楚 即是沒有清楚經文 所以你看英文 如果你看到英文的 的影片 或者是書 英文是頗多的 即是說 其實災前被提 是沒有聖經支持 是沒有 沒有聖經的直接支持 不過很多人就是這樣相信 一相信開 就很難改變 因為為什麼呢 他覺得脫爛 被提了 就不用面對 所以 他又覺得 沒有可能 神會容許 這麼大的災難 臨到人身上 但是我們 首先講到就是 這些災難 其實都是神掌管的 神掌管的時候 神會做 他要做的事 所以 我們是不需要 怕 在那時候 我們很慘很慘 而那時候 在困難中 我們依靠神 會有額外的恩典和力量 有些美容 有些人 人們 在困難中 人們 都沒有 最多的 神尚 會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